個人尤其要特別感謝馬董事長 讓我能夠每天在這樣子一個漂亮美麗的場所上班 這是今天難得的一個小確幸 我跟馬董事長結緣可以說完全是因為這一棟大樓 這一棟大樓的整個興建的過程中 點點滴滴給我人生中留下非常美好的記憶 那這一棟大樓的興建的過程當中 還有這一棟大樓 我有五點特別要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第一點 我們這一棟大樓的興建過程當中 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我們從開始挖地下室地基開始算 到整個內莊完成我們海基會進駐辦公 中間只花了14個月的時間 第二個它的品質是最好的 我們從興建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了 那我想各位我們看看外牆就知道了 沒有我們已經經歷過了幾次的地震 但是我們在外牆看不到任何一點的裂痕 我們內部當然也沒有了 這個說明了我們這個品質是非常的好 到現在看起來都還像是新的一樣 像剛完工一樣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第三個它是創意最多的 剛才馬董事長也提到了 我們這棟大樓是結合的藝術 結合的科技結合的環保 我們把這三個結合在一起 在當今的所有的公家機關的建築物當中 我敢說我們海基會也應該算是首屈一指的 第四個是爭議最少 我所謂的爭議最少是指 我們在整個興建的過程當中 我們海基會跟根基還有跟我們的二樁 我們在整個界面的協調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有效率 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爭議 才能夠這麼快速的把這個建築物給完成 那第五點我要講的是 這一棟大樓它的內外是最相合的 我們海基會有三大任務 協商交流跟服務 那我們這一棟海基會大樓 完全各這三個任務 完全是密切的結合在一起 從協商來講 我們規劃了很多的協商空間 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公糧廳 也就是為了兩會協商而規劃的 那實際上我們兩岸的經合會 也曾經在這邊舉行 這是協商 第二個交流 我們海基會是負責兩岸交流的工作 交流的目的就是要促進相互的理解 因此我們海基會的大樓把很多的台灣元素 很多大陸的朋友到我們台灣來 他不見得能夠到很多地方去 他不見得能夠深刻的了解台灣的所謂的 我們講的所謂的軟實力 因此我們把很多的台灣元素 都搬到這個海基會裡面來 就服務來講的話 我們海基會服務是我們海基會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 我們在一樓設的這個聯合服務中心 也給民眾提供了一個非常溫馨舒適的一個服務的一個場所 所以很多民眾到我們海基會來都眼睛為之一亮 都給我們的建築物給他非常高的一個評價 那從這五點來講的話 我個人真的要非常感謝這個根基還有馬董事長 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五點 我覺得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機制 我們目前公家的機制其實是綁手綁腳的 它是以防壁為主的 不能夠讓正能量發揮 但是我們蓋這棟大樓的時候 我們是把種種的正能量都聚合在一起 因此才能夠創造的一個效率最高 品質最好 創意最多的一個建築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這一點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今天非常感謝這個馬董事長 把我們這個海基會又再一次的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讓我們社會大眾能夠了解 真的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將來其實我們海基會是一個多功能的一個辦公的大樓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我們也希望社會各界也都能夠多多來利用 把這個效益能夠發揮到最高 以上簡單跟各位報告 非常謝謝各位的參加 也非常謝謝根基給海基會這樣一個機會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已